原住民族保留地在土地申请上有相关的法规 碍于许多民众不了解申请上的规定 往往都容易引起许多纷争 16号下午花联县议会民政小组 特别来到北冰段587支76土地进行会刊 以现场勘察来了解民众在增化边上碰到的相关争议 原住民保留地是国家给予原住民主人 在土地使用上申请祖先所遗留下来的土地给予的权利 但是碍于许多申请者年纪稍长 对于相关的法令以及条例都不甚了解 而衍生出了许多土地上的纠纷 16号下午花联县议会民政小组就特别来到花联市北冰 进行原保地的申请案件考察 保留地的申请增化边行之多年 不过在土地的权责单位申请时往往都会延伸出许多 使用时间年限的问题 花联县政府原民处处长就表示 原住民保留地的增化边是政府给予原住民族人的权利 但是在申请的法规上还是必须在遵守 那我们今天是特别针对本案 是不是符合增化边保留地的规定 第一个是民国77年2月1号以前 我们原住民本人或者是祖先就已经使用的土地 并且持续到现在 那符合这个要件的话 接下来就看我们原住民使用的 假如是居住使用的 那就可以提出提出门牌 或者是接水接电的证明 或者是房屋税级证明 等等符合规定的证明 由于北冰段587-76地号补偿增化边保留地申请案件 地点相当特殊 花联县议会民政小组会刊之后 希望能够以现场实地的勘察来厘清申请民众 在申请案件时目前所遭遇的相关问题 记者凌桀花联市采盟报道